首次上稿16点24分更新时间17点39分 特派记者吕一轩越南建港报道 亚太经合会APAC经在越南建港继续进行 上午召开第29届年度部长会议 AIM 文方由国发会主委陈美玲与经济部长沈荣新共同与会 中国则派出商务部副部长王绍文参与会议 陈美玲在场上与王绍文林互动会后受访时说 因为位置安排较远没有空绕过去 入座时有向对方点头致意 陈美玲也在场边与越南泰国菲律宾美国新加坡等会员体 以及APAC秘书处执行长DR Allen Pollard互动 APAC今天上午召开部长纪年会 部长纪年会一向在领袖峰会前召开 目的在于决定APAC政策方针 并向领袖提出报告及后续执行建议 我国由陈美玲与沈荣新共同率团出席会议 两岸官员在APAC中的互动力来揭示关注重点 去年立马年会时 王绍文主动跟前国发会主委陈天之握手寒暄 今年中方再次由王绍文出席 外交部副部长李宝东也出席 一旦这会议结束都没有与我方双部长近距离互动 陈美玲受访时说明指出今天没有什么互动的机会 因为双方位只排在对面割得远 会议时间又紧凑没有空绕过去 所以双方是坐在对面 她入座时也有向对方点头致意 陈美玲在会中就刀融性成长 气候变迁与农总处理等部分进行发言 陈美玲认为大家对这些议题都相当有共识 与我国正推动的发展方向相当一致 国发会新闻稿一指出 陈美玲在发言中说明我国发展APAC人力资本的贡献 包括倡议亚太技能限构联盟计划 设立亚太技能建构发展中心国际资讯员区 致力于提升区域劳动力跨域技能提升 第一年已有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越南等派员参讯 也欢迎更多会员题的参与 陈美玲也发言感谢美国发起APAC妇女与经济次基金 并表示我国将与各国协力推动女性经济平权与赔利计划 美国国务院政治事务次倾向农 Thomas A. Shannon也在发言中特别感谢我方对于美澳与我方 共同成立的APAC妇女与经济次基金之支持 沈荣金则表示 面对当前全球及区域经济的挑战 我国主张各会员体应在互惠共赢 新宿共同未来的目标下 追求最大化的自由贸易 无论是双边或区域性多边贸易谈判 都应该予以鼓励及扩大 不应该排除任何一个有意愿参与的成员 我国也有高度意愿与相关成员建立自由贸易关系 判参与TPP、RCEP等区域经济整合机制 国法会新闻稿也指出 陈美玲在本年会议中也把握机会与各 会员体交流互动与越南、泰国、菲律宾、美国、新加坡等会员体 以及APAC秘书处执行长DR Alan Bollett厂边会晤 加强我与亚太地区伙伴的联系与情谊 Alan Bollett厂边会晤